最近呢蛮多人探讨的话题是关于到子宫肿瘤和囊肿 给我两分钟时间稍微简单的解释给大家听 软巢囊肿呢我们称为CIS 子宫肿瘤我们称为Fibrox 这两种呢是我们最常见的妇科问题 虽然说呢不危及生命 但是严重的病情呢可以让患者痛不欲生 影响生活的品质 那么最简单的区分呢就是在于他们的位置 你们也不必太贪心 因为这两种情况呢算是良性的肿瘤 虽然说发展成癌症的几率蛮小 但是也要非常小心 而我最近呢也收到蛮多留言 或者是询问关于到有什么营养是适合这两种情况的 那么说到营养呢 近期的确有报告或者是研究是关于到一个化合物 我们称为Sulfurapine 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萝卜硫素 那么这种化合物呢 其实对于子宫肿瘤呢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比如说在2007年就有报告指出 营卜硫素呢 它对女性恶性肿瘤的作用 医治癌细胞的增殖 并促进细胞掉亡 单单营卜硫素呢 就超过1万个研究报告 其中覆盖了抗癌的效果 不仅协调癌症 还能维持神经系统啊 肠胃 皮肤 心脏等等健康 不过其实有这一种产品叫LiveBrain呢 它就含有了刚刚我所说的Sulfurapine 采用了美国技术的专利认证叫TrueBlock 含有丰富的萝卜硫素 还能预防细胞损伤和抗老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成分呢就叫做仙人炸 这个来自于墨西哥的Pricky Pear Extract 或者是叫Opentia 对皮肤烧伤都有很好的效果 主要呢是因为含有Polyphenol这种化合物 被很多研究报告证实了它的功效 而另外呢 LiveBrain也含有Oxinia这个独特的专利成分 有多厉害哦 就一份Oxinia呢 它相当于5份蔬果的Polyphenol含量 很夸张了对吗 而且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哦 一天只需要一包 LiveBrain目前在市场上 对于妇科疾病和抗老化呢 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有相当好的反馈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关注、点赞、留言和分享出去 有看有健康